鬼滅学院画廊极限灵异画作 吓坏许多路过的小女孩 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呢 鬼滅学院午餐时间到了 善逸被叫到了美术室 一脸不爽的趴在美术室的桌子上抱怨 为什么要把我从宝贵的午餐时间拖走 美术老师雨隋先生拖着下巴说道 善逸你还记得上周的课堂作业吗 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为每个人画一幅肖像 这一点都不有趣吧 闭嘴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 说着雨隋就拿起了善逸上周的作业 善逸露出了一副不屑的表情 告诉我你画的是谁 我的好机友炭治郎啊 如果我是炭治郎的话肯定会和你绝交 善逸听后暴怒愣直地摔在了地上朝雨隋怒吼 真的吗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打电话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就因为我的作业画得不好 对啊你为什么生气 我才是那个该生气的人好吧 为什么只有我 你看过炭治郎和一只柱的作业了吗 为什么他们的作业都可以我的就不行了 当然了炭治郎和一只柱的话那可是大杰作 非常的好啊 你必须重新画一幅交上来 善逸非常震惊 他们的话都可以是在搞笑吧 便生气地问道老师你这真的不是在报复我吗 是因为我总是对你态度很差吧 鱼隋老师长得很帅又有三个老婆 所以善逸一直都不怎么喜欢他 对他的态度也很差 不是 不过既然你意识到了对我的态度不好 那就应该好好改改 你的话真的很差 你知道这一切有多糟糕吗 美术课上的作业是会在教室走廊里展示的 上周我把你的话放了上去 结果大家都来找我投诉 说你画的太吓人了 都不敢穿过那条走廊 为了保护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我只能把它拿下来了 对不起 但是你必须重新画一幅放上去 善逸觉得雨隋老师认真的吗 如果要说起投诉的话 这段时间一来主要是关于爆炸和噪音吧 毕竟美术史的墙面经常会被炸穿啊 雨隋老师很尴尬 让善逸不要查开话题 再说了 艺术就是爆炸 这没毛病啊 所以一个随时会点炸药的人 现在来和我谈安全 呵呵 不仅仅是艺术 它是华丽 你最后还是被校长骂了吧 你说什么 那个没有 可是事实上 爆炸后天一校长就来训了雨隋一顿 你认为你只要付了修理费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损坏这主强了 是吗 雨隋默默的接受着批评 不敢反驳 但还是屡教不敢 善逸继续和老师争论着 老师 你只是想避免更多的麻烦吧 是啊 你有意见吗 给我重画 为了我的教学事业 你这个混混老师 两人吵得气喘吁吁 决定暂时休战 善逸认为 要让他重画 雨隋老师应该有礼貌的和他说话 好吧 明白了 可以请你再给我换一张吗 善逸 善逸摇了摇手指 臭屁的说道 No 不是这样 应该过一下说 放学之后 善逸头上多了一个硕大的包 善逸给炭子郎和一只柱解释了 他被雨隋老师打的事情 他不得不屈服于雨隋老师的阴危之下 炭子郎觉得善逸可真惨啊 善逸让炭子郎配合他重画 因为炭子郎是这幅画的模特 炭子郎微笑着答应 当然没问题啦 一只柱不耐烦 他们上周不是已经画好了吗 还是回家一起去便利店吧 善逸也很想去便利店 都怪那个该死的雨隋老师 炭子郎觉得大家害怕穿过走廊 是个挺严重的问题 因为那里的中学生偶尔也会路过 如果女孩们很害怕 那就糟了 听到女孩们善逸立刻就来劲了 不 我不能让那件事情发生 好吧 我会重新把它画完美的 好耶 我们开始吧 一只柱在中间露出了一点嫌弃的表情 十分钟过后 善逸画了一张新的 但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啊 花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啊 还是那么恐怖 炭子郎吐槽 自己也不想在公共场合看到这幅画 并开始大笑 这画得一点也不像他好吧 一只柱在旁边嘲笑 善逸真是个艺术鬼才啊 我不想被你们这些家伙这样说 之后善逸又画了几幅 还是一样 他还是不能画出一幅正常的画 但他弄清楚了 怎样才能画得不那么恐怖了 举个例子 如果模特不那么恐怖的话 那完成的话也就不会那么恐怖了 炭子郎疑惑的看着善逸 我懂 但是你不是在画我吗 是的 你作为模特 应该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恐怖 换句话说 炭子郎 做任何你能想到的有趣的姿势吧 炭子郎心中顿时黑人问号 但他又不好拒绝自己最好的朋友 于是绞尽脑汁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 善逸非常满意的说道 好的 请保持那个姿势三十分钟 等等 你想让我保持这个姿势三十分钟 怎么了 别告诉我你很尴尬什么的 这个不是重点啊 拍个照片就行了吧 我的胳膊和腿都酸了 怎么了 你觉得很羞耻吗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一只猪表示 自己是唯一一个没什么事情可做的人啊 善逸觉得确实 一只猪可以先回家了 可善逸的态度让一只猪非常的火大 上去就揪住了善逸的领子不停的摇滑 善逸不知道为什么一只猪要生气 确实没他什么事啊 炭治郎急忙来劝架 那我们分配着一起坐吧 一只猪 可是一只猪并不想帮善逸 他选择继续骚扰善逸 不停的给他挠痒痒 这样善逸就不能好好的画画了 善逸被挠得笑个不停 让他快住手 一只猪玩了一会儿后 又觉得好无聊 他要睡觉了 之后便在客桌上睡了起来 总算是送走了这个麻烦 善逸又要开始认真画画了 虽然炭治郎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 但是还是改变不了善逸的画风 两个人默默的看着那些恐怖怪异的画 善逸气得把画直接拍在了炭治郎的身上 这是什么 白鬼夜游吗 这是你画的 善逸 不管我画了多少画 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啊 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恐怖漫画家 老实说 我觉得你画的很好 啊 我快要被逼疯了 太让人沮丧了呀 现在我的手机里的照片 全是你奇怪的姿势 等一下把他们传给我 我拿给我的兄弟们看看 在两个人的吵闹声下 一只猪始终流着口水 呼呼大水 这时 小奶呼站在门口关心地问答 你们三个放学不走 一直在这里干什么 怎么了 小奶呼 是画道部有什么事吗 因为一些原因 需要离开一下 然后 我注意到这边的教室有争吵声 所以就来看看 小奶呼很擅长插画 所以 一定很懂因素 对吧 你能给善逸一些 关于如何让她的画 变得没那么恐怖的建议吗 善逸在旁边摸了摸头 真是好尴尬呀 好吧 我也不是很擅长画画 有什么东西 会让人看都不敢看啊 小奶呼看完了善逸的画 也不是觉得叫了一声 善逸拿出炭治郎姿势的照片给小奶呼对比 小奶呼发现了一个问题 善逸画的时候应该没有对照照片画吧 照片上的炭治郎嘴巴是紧闭的 但是画上却是张开的 真的耶 我想你只是专注于手里的任务了吧 既然你有一张照片用来当模特 你为什么不先专注于完整地复制它呢 画出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小奶呼心想 如果善逸可以做到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善逸听完小奶呼的画后 信心倍增 她觉得自己这次肯定可以画出来了 她非常感谢小奶呼的帮助 小奶呼听见走廊上有人叫她的名字 很快就着手向他们道别 从窗户跳了下去 炭治郎和善逸都惊呆了 为什么小奶呼要跳窗啊 原来是排球部部长一直在追击小奶呼 想要让她加入排球部 而小奶呼一直躲着她 善逸感叹 小奶呼还真是受运动部的欢迎啊 炭治郎解释道 毕竟她有很好的反应能力嘛 但不管怎么说 小奶呼从三楼跳下去的这个举动 还是比较模仿的好 小插曲过后 善逸听取了小奶呼的意见 继续画画 一个小时之后 两人都已经筋疲力竭了 可是画还是那样 一直住气的大喊 你还画多久啊 诶 你醒了吗 你这个混蛋 我醒了一次又睡了两次 你没有从小奶呼那里得到建议吗 善逸确实认为那是个很好的建议 但是她和炭治郎都意识到 完美复制没有一定的水平是做不到的 一只猪非常抓狂 这两个笨蛋真的是 奇迹败坏的她还拿出了燕台开始磨磨 炭治郎和善逸很奇怪 一只猪干嘛要磨磨啊 完美复制是吧 为什么不用这个 善逸好像明白了什么 也开始拿出燕台来磨磨 顺便还提醒炭治郎把二环给摘了 为什么 这是我爸爸的 我知道这是你爸留给你的 我不会把他们拿走 所以才让你把他们拿掉以免弄脏啊 很好 墨水准备好了 我也是 看这边 炭治郎 不 善逸和一只猪把墨水全都泼到了炭治郎的脸上 接着又按着炭治郎的头 拖映到了纸上 善逸的画作总算是完成了 应该可以交差了 之后善逸把画拿给了雨水老师 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了 画了很多幅画 但是都不行 最后这是唯一一个不可怕的了 雨水老师看了看画 又看了看眼前黑漆漆的瘫子狼 直接笑喷了 这群家伙是认真的嘛 我知道他们是白痴 但这也太超出我的预料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三人急忙解释道 不 我们不是在恶作剧 我们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这是终极肖像啊 请让善逸通过吧 他为了这个作业 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雨水看到炭治郎一本正经的样子 更是笑到肚子都痛了 雨水看出来了 炭治郎是MVP 雨水觉得这也太滑稽了 但是他不能嘲笑三人 因为三人都非常的严肃 于是他强忍着调整了一下心情 一本正经的说答 很抱歉给你们造成了困扰 老师说我对此也感到有点内疚 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接受学生的作品 这对于一个艺术老师来说 不是一个体面的事 善逸 你之前的话也不是一无是处 那个确实很可怕 而且画得很差 但却充满了个性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力量非常强大 炭治郎和一只柱想起了善逸的画作 但确实充满了异样的力量啊 雨水老师告诉三人 这幅画他也很喜欢 所以他会把它展示在墙上 他可以保证这幅画肯定会很受欢迎的 所以他们三人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善逸非常开心 谢过老师之后 就和好记友们回家了 路上三小只边走边聊 炭治郎觉得雨水老师人还是不错的 善逸也很震惊 雨水老师居然没有把他的画给炸掉 雨水老师在美术室好不容易平静了一会儿 可当他又看到那幅画时 还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响车了整个学校 看起来是憋了很久很久啊 在那之后 他在任何场合都会哈哈大笑地讲述这个故事 卑民于老师都非常无语了 这个故事他已经听了四遍了 炼狱大哥吃着便当毫无动静 像奈护在走廊里看到了善逸的话 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说的复制最后会变成这样 好了鬼灭之人学院物语 第三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敬请期待吧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